而现在除了里约奥运之外 这手机游戏精灵宝可梦也是引起了全球热潮 台湾地区在周六悄悄上线了 那么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全台最热门的游戏 华语新闻记者也实际走一趟上街来抓宝可梦 就发现了不少的景点跟公园 都是宝可梦大量出动的地点 甚至呢在台大还有一个专门研究宝可梦的社团 全台湾疯什么没错就是精灵宝可梦 如果你还没有玩就已经落伍咯 我现在台大校园里面可以看到背后 非常多的人都盯着手机一幕 就是在抓精灵宝可梦啦 我现在打开游戏可以看到 有三个地方都飘着樱花瓣 这表示说三十分钟之内 这附近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宝可梦 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抓了哪些咯 抓到大葱牙 一路上大概抓了四只吧 三个头的那个骆驼 不是骆驼 那个驼鸟 这附近很多大概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因为有人放那个吸引怪的 等一下我要先抓到这只 不然它会跑掉 连话都还没讲完 就急着去抓宝可梦了 那我也赶紧来瞧瞧 这里有什么好宝贝吧 竟然抓到了 耶我抓到了 但其实抓宝可梦之外呢 你知道在台大的社团里 有一个是专门研究精灵宝可梦的哦 我们一起去向他们请教请教 嗨同学 请问你们是神奇宝贝研究社吗 对对对对 请问你们是个怎么样的社团啊 就是专门在研究神奇宝贝社团 你们大概研究了多久了呢 大概有十几年吧 十几二十年 我想请问你们对于精灵宝可梦这款游戏 大概了解怎么样的程度呢 这款就是任天囡跟那个Google公司 然后用Ingress的技术合作 然后开发出一个就是 是吗 对对对对 没错 那开发出一个游戏嘛 然后主要是以捕捉神奇宝贝 也就是宝可梦为目的 对 然后现在有开放的是可以跟道馆去体育馆对战 然后有分红黄蓝三个阵营 然后玩家可以自己选择要加入哪个阵营 然后也可以 未来可能会开放与朋友对战还有交换 除了抓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得到宝可梦 那就是孵蛋 在Focal Stop得到的蛋 每个都有写它的公里数 我必须要用双脚走的方式 走到一定的公里数之后才会得到它 那我们现在就来浮浮看啰 走了这么久 我的蛋终于孵出来了 马上看可以孵出什么样的宝可梦出来 竟然是我最想要的皮卡丘 走了这么久 一切辛苦都值得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也起身走出家门 踏上寻找宝可梦之路吧 华语新闻 罗宇翔 王上炉台北报道